另外就是大家很关心的 中秋节快要到了 今年这个月饼价格的调查结果出炉 不得了啊 掌声响起啊 全台湾83家知名的饼店 有多达22家呢 都是以原物料上涨的原因要调涨了 其中呢 台东的治安洗饼店 台中的黎记 还有彰化的玉珍斋涨得最凶 治安的乌豆沙蛋黄酥 说涨了26.7% 离记的蛋黄酥呢 涨了25% 每一个要价50块钱耶 民众说不得了了 一个蛋黄酥竟然要50块钱 其实50块钱都可以买一个便当了 这会不会也太贵太离谱了一点呢 下机会就说啦 这原物料的涨幅其实不到两成五 为什么蛋黄酥要涨到25%呢 认为这没有道理啦 民众应该要去吃 来到糕饼店 店员忙着将做好的凤梨酥 一个一个排好 放进机器运输袋赶紧赶工包装 这盐味的 这个是做的 但是做的 在做薄的也好 墙壁订单贴满满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不过根据行政院消保处调查 有中秋月饼涨价了 涨幅最高的前三件 台东 治安洗饼店 乌豆沙蛋黄 涨了26.7% 台中离记蛋黄酥涨25% 彰化育蒸摘绿豆碰 还有蛋黄酥也涨21.2% 今年是比较贵 以前总觉得这个才多少钱 350而已 他们都交代 今天不要送了 不要送了 切开蛋黄酥 里头层次分明 为什么要涨价 老板说 每一层都是手工包 手工改制 给员工的薪水 还比基本工资多 原料也都是特别严选 费时费工 苦撑到去年中秋过后 才涨了五元 人事成本其实都 每年其实都不断不断的在做调涨 电费的增加 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完全用电 用电来去做考虑 不过也有些高品业者 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 消保处调查 几家业者打折后 价格降了1.2%到28% 一层就还OK 两层有点太多了 各家业者的月饼口味 种类还有馅料都不同 价格当然会有差 10月电价才调涨 中秋月饼确先调涨价格 引起主管机关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